台中再传疑似虐童案件 太平有一所私立幼儿园遭到家长指控 四岁的儿子没有配合老师整队 结果被资深的班导师 在楼梯上恶意脱行 导致小孩身上多处瘀青 甚至不让小朋友上厕所而尿裤子 隔天向园方要求看监视器 却只看到远远的画面 关键部分全消失 对此幼儿园否认不给上厕所 也转述老师的说法 当时是牵着孩子下楼梯 整起案件也正由警方和教育局 介入调查 受处电伤单从背部右大腿 到双侧小腿多处瘀青 就连左手还有红肿痕迹 做爸爸的实在难以想象 儿子是受到怎样的舞蹈对待 事发着过后两三天 晚上都会有突然间哭喊 或者是惊醒 家长控诉四岁儿子 就读太平的一所幼儿园 正月15号户外活动结束 疑似没配合老师整队 就遭资深班导师在楼梯拖行 甚至不让小朋友上厕所而尿裤子 面对指控 幼儿园出面否认 老师只有跟孩子说 请你稍等一下下 我们要课程要结束了 并没有告知孩子说 不行你不能上厕所 不只如此家长隔天查看监视器确实有听到 小孩大喊我不要 但看到的画面却是远处拍摄 连关键部分都变成全黑 直言是幼儿园刻意隐瞒事实 幼儿园表示已经有跟家长做了三次协商 强调一切有待调查 结果出炉 现在家长也已经报警提高伤害 并由警方通报而受保护案件 由教育局介入 厘清真相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 请继续 再见